I want to welcome to our gallery the Ukraine ambassador 现场所有下议院议员全体起立鼓掌长达50秒 向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普雷斯泰克致敬 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西班牙 英国和西班牙国会以掌声向乌克兰大使致敬 表示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 希望他们可以挺过战争 另一方面联合国大会在二号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 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要求莫斯科无条件撤军 表决结果显示在联合国总部大会堂荧幕时 在场代表纷纷起立鼓掌 在美国主导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周要求 193个会员国就乌克兰局势召开紧急特别会议 是40年来首见 历经将近三天发言 141国支持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俄国白俄罗斯北韩等五国投下反对票 中国印度伊朗等35国选择弃权 另外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以罕见强硬的语气点名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卑鄙说谎 贝尔伯克痛批俄罗斯以自卫为借口入侵乌克兰 滥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 他呼吁世界各国负起责任 在和平和攻击正义和强者的意志 行动以及视而不见之间做出选择 呼吁全世界谴责俄罗斯 欢迎新闻孙玲林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机车掌握全球时事根最新驱使